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aS编写高质量CSS系列课程 好,接着呢,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5讲 这一讲主要讲些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节课呢,我们还把这个网站首页的里面的一些 局部的一些组件给实现了 然后今天呢,我们来接着实现其他的这样一个一些组件 其实这些组件呢,是我们这整个一个网站的一些公共组件 但由于它在网页上,网站首页上出现的这个频率呢 是基本是都出现了的 所以呢,我们都给它称之为网站首页的一个内容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话 我们主要讲哪些组件呢 好,这里面呢,主要有五个组件 第一个呢,是LT,也就是我们这个提示的这个组件继续完善一下 然后呢,是这个Banner 这个Banner是哪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的 好,我们办 LT呢,就是我们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然后Banner的话,是哪一块呢 Banner是我们这个菜单的这一块内容叫Banner 然后呢,是我们这个PageHeader PageHeader是哪一个呢 这个,这就是我们这个PageHeader 然后呢,是我们的SectionButton 这又是哪一块内容呢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这个SectionButton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ContentInfo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页角了 好,那么这几个呢 是在这几个页面中 它都会出现的一些内容 比如这个 PageHeader 然后,LTContentInfo 当然,其他页面上也是 那么中间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要内容 这个录音中呢,就放在我们这个Page文件下去实现 那么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一步步讲解 如何利用SaaS来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 来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 好,我们还是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先让它跑起来 随便打开一个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代码 好,跑起来了 这个呢,是我们上这一课 那我们就先来实现这个Bunnel这一块的内容 好,先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这样一个 好,有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怎么来实现呢 要想实现它的话 我们就要先看它原本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它呢,是一个左右的一个排列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 Class Lane 好,Site Brand 然后后面的话是那位Gasing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两块内容 还有第三块内容叫Bunnel Tog 好,我们来针对这三个来写样式 首先呢,是这个 在前面的课程中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样一个 我们这样一个网格布局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的一个网格布局 来将我们这样一个网页进行了一个左翼的一个拆分 那这个时候的比例的话就是我们的三和九 这样拆出来有什么效果呢 看一下 现在已经左右了 好,我们再接着来 我们先看右边这一块内容 右边这块内容的话 它的本身实现的是UL里面签到的LI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它的这样一些样子给去掉 怎么去掉呢 很明显 我们可以先按照它的这个层次结构 来先给它做一个 出写出写 当然 Listick Style 我们要先去掉它的这样一个小点 然后呢,我们要想它让它横排 横排怎么写呢 Nanblock OK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整个的进行了一个横排 好,现在呢,这样一个基本的样子已经出现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布局 我们从这边呢,可以看出它呢,是向右这样一个对齐的 然后这个呢 我们从它的容器上来看它应该是向左对齐的 好,那么先就来实现这个对齐的一个写法 对齐怎么写呢 很明显就应该是textalign left 然后,然后这边是右对齐的话,我们就应该在哪里去写呢 我们就需要在直接的上面写就好了 textalign right OK 接着看 好,现在左右对齐已经实现了 当然,这个Tog的话,我们也需要把它先给实现出来 由于我们先不考虑想一试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是直接可以让它变成什么呢 隐藏就好了 隐藏怎么写呢 好,隐藏就简单了 好,接着再看一下 好,大概的样子已经出现了 现在我们还要去做什么呢 好,我们看这边这个图标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会比较小 那这个小的,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把它弄变大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在setbrand里面有个 image这样一个标签 这样呢,我们给它设置一个高度 当然,我们可以按照它的写法 96px 注意看 好,和这边差不多大了 然后再来看右边这一块 这块的话我们 它这边分的是这么散 所以肯定是有这样一个间距的 看一下 它的这些样式的话是在这个A标签上 然后它这边写的话是在navigation里面的一个A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做法去实现 所以呢 我们把它放在外部 然后在A这写代码 这里是在写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pending 好,这里我们可以用它 比如说0.75 yeah 现在什么效果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同样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pending 哦,是没有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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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呢,我们可以先这样写 直接写它的一个判定 为0.75 4分之3 这个数据哪来的呢 这个数据的话是从 这边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12和16 16就等于EM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因为在这个如果我们有调整网页的话 它的标准的这样一个尺寸的话是16像素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个EM就等于16像素 但是EM呢 是相对于它的这样一个负极来进行一个缩放的 所以呢 这个EM是不是太准 那这个时候有什么 有什么比较准的方式来做呢 就是REM 这个就是从肉体来开始做缩放 所以呢 我们只要肉体不变 那么它本身这样一个大小 这个PX 这样计算出来的这个PX 也是不会变化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差异 好 我们接着来写 当然我们还有它的这个颜色 什么颜色呢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颜色 切过去看 好 看一下一个reality的 一个标准的一个 A是这个颜色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写在这儿就行了 这儿呢 我就不再去 定义为变量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写在这儿 当然 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visited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定义成什么呢 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 鼠标放上去 是不是还有一个颜色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 来看一下鼠标放上去的这样一个颜色 我们这儿怎么去看呢 我们可以点开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呢 选中Fox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它的一个颜色代码了 看一下 eadyHoward和eadyFox就等于这个 所以呢 我们这边也就可以这样去写了 什么呢 你用复级的 然后呢 是howard 你用复级 然后Fox 好 看这边是不是就 大小也是不是就合适了 好 再来接着 看一下 这边的输出的话都是大写 然后我们这边是小写 那这个大小写 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呢 注意呢 这儿就有一个属性叫texty transform transform 叫什么呢 upcase 大写 那这样的话通过CSS 就把我们这样一个文字 然后文大写了 看一下 是不是就大写了 当然 文本修饰也是需要的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浪 空 注意看 好 是不是更像了 接下来就看它的字体 这边的话是比较粗的 然后我们这边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看一下它的这样 它具体的一个字体是什么样子的 跟字体相关的 就是font这一块的 看一下 font 600 那么同样我们也就照搬就行了 OK 好 再来看 我们的大概效果就比较像了 好 再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要让它什么呢 进行一个对齐 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 看一下 content的话它是96px 整个是96px 整个是96px 所以说 它的这个右边这个区域的话 每一个li ul是72px 好 总之呢 我们就要让右边这一块去进行一个对齐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如果要对一个东西设置对齐的话 我们可以认识它是什么呢 line height 有一些差异的 当然如果想要没有差异怎么也不是不行 只是呢 它会的时间的话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儿呢我们就不再去具体的去做这样一个操作 这样看起来的话大概的一个效果就比较像了 我们再来看它的这样一个container的一个高度 注意看一下 这边的container的话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足足有140 我们这边的container就很标准的96 而且里面的话是压满了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看它的这样一个高度是哪来的 注意了 注意看我们这个he 也就是set这个 它呢是有两个margin来把这个空间给称大的的 然后呢这个navigation的话 它本身没有 但是呢在这个ul里面是有这样一个margin把它称大的的 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两个进行一个处理 让它的margin不要来称大我们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这儿加一个 这儿也加一个 注意了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0 仅仅是0 就不需要带单位了 好 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更靠近了 好 多一个小数 好 这多一个小数我们就暂时不去管它了 因为已经达到我们大概想象的一个目的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banner的一个做法 好 我们接着再来看 这个altr我们是已经实现过的 我们就先来把它写出来 好看一下 这一块之后 这儿就是我们的altr 所以说呢我们直接把它先抓出来 好注意了 在altr之前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page header 为了要写样式我们先把它的html给抓好 注意了 我们可以把它用过的 我们就把它收起来 比如说这个div 我们收起来 head container head ok 那这样呢我们的head就收起来了 接着再来放我们的一个新的内容 注意了 这个呢是我这个格数号工具不太好用 所以呢它现在只能让我一个额区手动去搜索一下 好 这个是page header 那page header的样子应该怎么去做呢 这个我们还是先建立出来 好 page header就 建好了 建立好之后我们还怎么做呢 我们就还需要把它引入到我们这边来 page header 当然 这样的也不要少了 好 现在我们这个page header就已经引入来了 好 这里呢我们就加快一点 好 规矩 page header 注意看 它的一个样式在哪呢 主要集中在哪个地方呢 h1上面去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对这个he 进行一个下手 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一个呢是它的这样一个自己的一个样子 另外就是它的航高 还有它这样一个字符间距 还有它整个的一个战术占用的一个空间 好看一下72 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这个 另外再看一下它有这样一个 font weight 300 OK 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来先把这几个给实现起来 好 既然它的话我们就在里面写个h1 因为我们是对h1来做处理 首先来把它的canner给弄好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的font weight 也弄好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哦这个和这边差距挺大 我们接着看一下还有什么属性需要我们关注的 哦 font size 和line height little space ok 就这么几个 那我们就直接先搬过来就好了 line height little space 看一下little space 是多少 4 6 ok 现在呢 我们先刷新一下 因为它没有变化 OK 已经非常像了 再来看一下它这样一个高度的话刚好72 然后就没有占多余的空间 但是我们这边呢 看起来是挤压的比较大的 注意了 看一下它的这个margin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margin给它去掉 ok 再看 好 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page header 就比较像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步 下一个组件 我们的alt 这个地方已经实现过一部分的 我们就接着继续来 先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元素处理好 注意了 放在这样一个层级里面 这个需要手动调相对比较麻烦一点 这样呢 如果选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具的话 是不需要这样去做调整的自动 就可以格式化 现在我格式化之后 我需要先手动调一下位置 才能够再去格式化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先处理看一下效果 现在效果在哪呢 在我们这个ul里面有一些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主要来关注我们的这样一个ul 看一下有没有加 已经加过了 所以呢我们直接 好打开 注意了 注意了 既然我们的这个问题呢 出在ul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在ul里面来处理就好了 当然 我们出关注的是li 那 然后 如果要它的横排 横排的话 还是 lineblock 好 现在再来看 现在已经横排了 但是呢 它们几个横排之间有一个见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i有个见据 是多少呢 32 32个margin 好 很明显 我们也需要来做这样一个操作 marginWrite 32px 这呢 当然可以用em这种单位 好 注意了 现在的话 大概就比较像了 好 看一下 这个ul来进行了一个空间的一个 几站 就是我们这一个 上下的一个margin 所以呢 我们把u2这个 给去掉 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样式呢 是这样一个重复的 比如这样一个块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 可以不可以把它提取出来呢 当然是可以的 这呢 由于 首先的一个关系呢 我就不再把这个提取到 独立的一个文件里面去了 好 看一下 这个呢 和这个就比较像了 行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lt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数个放上去的 好 都还是比较像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 好 我们还是先把它给处理好 先建立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内容 好 sexy 先复制到这边来 好 除了我们的这一个lt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sexy 这里面很多东西 这里面很多东西 好我们主要是关注Li这一层级的 内部的话我们就不再去细看了 OK 拍一下板 好 就这样 好 当然 把它这个组件的一个名称给 处理好 先给它加入到我们的一个组件目录中去 OK 当然 相信大家也看出来这样做有什么一个好处 注意开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想注释的话 我们直接选中一行就可以注释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 这种固定写法的一个好处 比如分号也在下一行 所以说我们不关心 随便注释哪一行都是都没有问题 那规矩 新加的文件 还是重新跑一次 好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效果的话就是 下面这些样子全部挡 全部挤在一堆去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好先把基础的 这样子给搭起来 注意了 我们主要先看这边的一个布局 很明显它是这样一个横排的一个布局 那这个时候要横排的话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只需要让它进行一个流逝的一个 流逝的一个布局 然后就指定了他们这个宽度呢为三分之一 那么就OK了 好这个呢主要是在这个UL上面去 所以呢我们还要对这个UL 叫什么List 叫什么ListTile 好先这样 既然要流逝布局 那我很明显要先对每个它的Li 设置呢它的一个宽度 在标准情况下呢我们是三分之一 由于我们是十二十二个格子的 所以呢我们就每个格子分四个 当然ListTile 这种肯定是不要的 还有它的这个队齐方式的话是左队齐 好看一下现在有什么区别 好了现在的话已经基本上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排列的一个效果了 注意了为什么这一块的内容 顶到这儿来了呢 正因为我们是这个排列呢是一个float的一个排列 所以呢刚好它就在这个位置刚好有个空隙它就站过来了 那这个呢要怎么去处理呢 好这个就要稍微麻烦一点了 我们记得有一个这样一个高码门的一个浏览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器 如果它的子是指定的一些位置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让它cleo等于boss 这样的话从哪来的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 既然它都可以 那为什么我们不来看一下这个 是怎么飘起来 怎么跑到下面来的呢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什么呢 注意了 cleo boss 哪来的呢 看一下 3加4 然后cleo boss 所以呢我们这个 不管是多少 反正这个n是可以变的 然后呢就是 123 第4个 第4个子元素 或者 乘以3之后就是第7个 123 456 第7个子元素 它都会 产生这样一个cleo等于boss的一个效果 那加上它之后 看一下 已经基本对齐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 这种特定的一个 子选择器的一个筛选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需要改什么呢 很明显就是这个title了 它是最不像的 看一下 叫h3 所以呢我们就在里面 直接写个h3 好看一下哪些雏形需要变更 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颜色 好它全是大写的 然后就是它的大小的话相对比较 大 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 对于那些需要关注的属性 啊 nator space font weight font size 还有还有什么呢 好 text transform 这我们就进入下这个颜色 因为颜色的话是 比较重要的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颜色 啊 然后 text transform upcase 然后 font wait 刚刚的是600 还有一个就是 nator space 0.5px ok 现在我们来看 啊 相对也比较像了 但是呢 它整个的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它这个对齐的 它没有像外边这个一样 对齐的这么深 然后它这个字体本身的话 还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好 这样呢我们就 先看一下这边 还有哪些是 它计算好的 看一下 好 暂时呢看不出它有什么 太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们就先定在这里 好我们再来看 它这样一个对齐的方式 它没有这么靠拢 很明显的话 我们可以想的是什么呢 是margin 造成这样一个挤压 看一下 它这边的一个 UL的话 它只有一个 左边的一个margin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呢 好 这里唯独有一个是什么呢 左边有一个 pending pendinglift等于40 所以这呢 我们就为了避免它 影响 所以我们把它 给它制空 当然我们的文字呢 是 最左的 可以注意了 这里又出现一些 重复代码了 OK 那这样的一个 四分之一的话 也就比较 标准了 好 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 把这个实现到这儿 我们接着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的 一个 content info 这个是每个页面都会存在的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页角 好 先把它复制过来 页角 注意看它这个页角呢 并没有放在我们这个内部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来 好 好 现在我们还是简单先给它排一下 ul 知道就不管了 比如这种java代码 我们就先去掉 没啥用 我们不关注这个内容 OK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结构 所以我们先把 这个组件给创建好 还是老规矩 OK 我们还是先来看它的一个 原本的样子 好 从这个可以看出 它的很明显它这个文本对齐 是左右齐 然后呢 它也是用了这样一个 左右的一个分割 这个分割点的话 我们要看是多少 598 3 388 36 136 注意了它这里面呢 还有三个元素 所以呢我们要 分别针对这三个元素 来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还需要 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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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由于它们三个的话都是放在这样一个一行里面的 所以呢我们要给它先分配指定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呢我们先要把它的外的给算出来 多少呢 我们利用span 先给它分个六份 先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先给它分个四份 来看一下 当然剩下的一个的话就只能分到我们最终的一个两份了 因为我们只有十六十二份 所以呢我们就只留剩下两份了 看一下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的 比较乱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它的一个ul的li 注意了 这里再次出现一些重复的代码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叫一个 list style 等了 注意了 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刷一下 好 现在已经乱得比较凌乱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它的这样一个页面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注意看这边的li 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一些属性吗 看一下 这边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显示模式呢是table sale 也就是当成table来显示 这里呢有一个对齐方式是mid 所以这两个呢我们就先给它写好 display table sale 然后呢 然后呢 纵向对齐方式 去中对齐 既然它都是table sale 那上面这个肯定我们需要把它设置成table 好 再来看 好 现在大概有这么点样子了 看一下我们这边挤不下 那这边呢 注意了这边的字看起来非常小 好 12px ok 既然你是12px 那我们也12px 算了 好 然后呢 它的对齐方式是左 我们也跟着左 再来看 好 现在的话看起来这样一个距离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 注意了 注意了 这边的一个p标签的话 它的这样一个判定的写非常大 看这边的 仅仅只有什么呢 仅仅只有判定 bottom 有4.5 注意看 我们看它这个判定bottom在哪 这儿 判定bottom有4.5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p里面是 只需要控制这些 所以呢 我们的这里需要去写一下 它的这样一个p标签 它的判定 bottom 4.5px 当然 margin 刚刚已经看了 没有 再来 注意看 这边也是顶格的 然后这边又没有顶格 那这个又出在哪呢 我们就来看 好 这个ul ul 有什么问题呢 它的这个判定 看是判定吗 判定left 有问题 整个给它重置为0就好了 好 现在看一下 大概的这个样子呢 就已经出来了 当然了 我们这边 挨着的很紧凑 所以我们也要看一下原因是什么 好 这个li我们来看一下 哦 有一个判定right 哦 它要往右挤一点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判定right 当然 是在这个里面 它的li我们有一个判定right 多少 24 ok 现在来看 明显是这边的一个宽度不够 宽度不够怎么办呢 宽度不够我们就试着加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加0.5 那当然 我们最右边的就要 扣0.5出来 试一下 看起来是排满了的 那好 没问题 继续 你这边的一个差距还有多少呢 还有这个颜色的问题没有解决 对于颜色我们应该哪去找 随便找一个地方看一下它的一个conor ok 灰色 接着哪呢 continue input 所以呢 我们直接 写上去 ok 再看 似乎本身的一个颜色也就ok了 现在呢 就还有什么颜色呢 那种链接的一个颜色 链接的颜色是怎么样子的 看一下 要比其他的要黑一些 ok 所以呢 我们就 给它设置好链接 链接 链接在哪呢 同样 我们就放到这个里面就好了 除了它的的话 我们还可以 它这个 一个homo的一个颜色 看一下 它这里是visited 所以我们就直接 先复制一个visited 出来就好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就 差不多了 当然了还有它的这个下滑线 下滑线没有 有我们这边有怎么办呢 txt 看一下 这是又有一些重复代码出现的 很多地方都在用这些样式 所以呢 我们这个也可以做一些提区 注意了 现在的话 这个样子的话就 比较像了 ok 简单点的话 我们就先实现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几个 实现的这些组件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里面呢 其实并没有用到这个sars里面的 一些很多东西 用的就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选择器嵌套 因为这个呢是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 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 选择器继承这些 我们其实都没用到 为什么呢 因为要用到那些东西呢 我们需要对整个的一个样式 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而且那些特性的话 大多数用的是什么呢 用在一个公共的一些 css框架 这些地方 作为我们一个独立的网易来说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是用不了 那么 那么复杂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刻的一个课后任务 课后任务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刚才也看到了 在我们写这些公共组件的时候 我们这些样式的话 很多是重复的 而且呢 没有进行一个合理的去分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将它一些 进行一些处理 一些优化 然后呢 放到我们这个base里面 这个基础的这个 样式库里面去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留给大家的一个任务 我们这一刻就先到这儿 再见